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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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傳統開副式的肝臟切除手術 不外用是一個倒L的 或者是一個賓式車這種形狀 當然傷口創面非常大 就切乾的這個技術來講 那當然使用能量器械 包括斜坡刀 或者是其他的能量器械 都可以介入可以加速這個手術的時間 以前傳統呢是用一個鉗子 不用自費的一個鉗子 直接肝臟碎裂 不然呢把這些肝組織 做一個綁扎的方式 這是比較傳統性的方法 目前台灣還是有些許利院在進行 但目前呢 大家都採用這個能量器械 來快速執行 遇到血管用釘夾把釘掉 那甚至用自動吻合器呢 直接把大的血管做一個離斷 那快速進行肝臟的一個手術 這些能量器械介入 以及新式的衣材的介入 那可以讓這個肝臟斷面更完整 那另外手術時間也縮短 那另外一個呢 有一個好處 樹中的出血 即樹後的出血的風險 大幅的下降 那當然在斷面上面 也可以塗上紫水粉 紫水棉 甚至呢一些噴劑塗上去之後呢 可以讓這個斷面呢 出血更少 減少樹後的這個複水的產生 那複腔鏡的肝臟切除 手術的衣材 複腔鏡需要一個穿刺器 就可能用五支到六支的 這個複腔穿刺器 從這個12mm到這個5mm的 這個穿刺器進到複腔 那之後呢使用能量器械 當然要內視鏡的一個鏡頭 那現在大家比較風行的 就是所謂的3D的一個鏡頭 那可以讓視眼變得更立體 因為畢竟大家知道肝臟是一個立體結構 那在切割的過程中也更精準 那另外一個使用能量器械 斜撥刀 或者叫Likashiu這些器械 那遇到這些血管的綁炸的時候 又需要一些血管釘夾 目前健保都有給付 因為腹腔鏡肝臟手術 是一個健保 在這一年內給付的手術 所以民眾呢可以減輕部分的負擔 遇到大型的血管 可以用這個自動穩和器 將血管離斷 使用的器械上面 大概有這一些 就是所謂的穿刺器 能量切割器 以及自動穩和器 有些醫師會使用所謂的 超音波的震盪道 叫做Q-SAR 那這樣做一個碎乾的一個動作 那大概不外乎是 這幾類面向在肝臟切除 應用到的這個手術器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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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